各位老師同學們好 又是我卡洛斯 今天看到卡洛斯放了這麼多工具在木工台上 比如說今天我們所講的題材就跟工具有關 事件就是這樣的 因為幾個禮拜前 我曾經做了一集介紹我們的工場 說過現在我們身處的地方就叫做創作區 而在黃色的閘後就叫做製作區 而且卡洛斯還將學生常用的工具分成兩堆 而將在創作區常用的工具跟大家解釋做一次 都是一些比較輕型的工具 例如教剪 切塔 剪鉗 螺絲批等等 但我怎麼都猜不到這集節目出了街後 很多朋友都留言告訴我 卡洛斯 這集節目很有用 讓我們聽不懂的MIDI控制和人工智能 都更為實用 我回頭想想 因為很多教STEM的老師 他也是搞不清楚怎樣隔學生使用工具 因此今天我就打算做第二集 就連在木工桌上用的工具 以及在製作區那邊用的工具 都跟大家說一次 令大家認識多一點 而今天我們集中所說的工具 都主要是木工工具 因為模擬在現在Stand for 程來說 尤其是初中三年教學 要隔學生做金工確實是有點困難的 因此我們今天都是打算 集中在木工工具方面 說到木工用的工具究竟難不難用 在我來說 不算難用 不過在這裏都要提醒一句 如果教STEM的老師 我建議都最好有受過工程訓練的同工在場 會比較好些 因為對學生的安全會掌握得好些 先來看看今天我為大家準備好的木工工具 我都說明是常用木工工具 比起我小時候學的木工工具 這裏十分之一都不夠 首先第一樣跟大家說的 就是這些量度和畫線工具 包括有鋼尺和角尺 我手上這把就是木工專用的角尺 但沒有用金工用的角尺 其實都沒有大分別 不用問鋼尺的用途是用來量度尺寸 至於角尺的用途是用來量度直角和繪畫垂直線 很多時為了橫紋切割木材 我們就要這樣畫一條垂直線 然後將不要的部分打個靠叉 但如果要順紋切割木材 我們就可能要用到這種畫線規理畫線 至於要將木材切斷 我們就要使用切割工具 而切割木材用的鋼 通常就是這三本 包括這種刀鋼 我們小時候是用筍鋼的 但現在的我 就覺得這種日本設計的刀鋼 似乎比筍鋼更好用 沒有它的 因為我們想鋼出直線 最主要鋼片不彎曲就可以了 而這種日本來的刀鋼 鋼切斜向後 所以向後法力的時候 鋼片一定挺直的 所以不單止用來鋼直線 就算是做筍鋼也沒有大問題 當然啦 使用工具的時候 有適當的姿勢 必須要認真學好 左腳前右腳後 丁字步 這個後腳更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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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腳更厚 這個前一點 至少要站姿和持腳的手勢 學習得好 任何人都可以學習到 好好使用工具 只要鋼曲線 我們就要用到線鋼了 線鋼常用的都有兩種 我手上這把叫做 Crupping Saw 而這把就叫做 Piercing Saw 看起來只有鋼的大小是不同的 但其實鋼切的方向也是不同的 假設我要在木材上鋼一條這樣的曲線 Crupping Saw 的鋼切是向前的 所以鋼的時候 必須要向前用力 就可以在木材上鋼出曲線 至於Piercing Saw 又叫做挑花鋼就不同了 由於鋼切是向後的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反而會將工作件平方 而向下運鋼這樣操作 切割工具除了鋼之外 還有跑 跑的用途是有很多樣性的 而且操作的技術比較困難 可能將來要專門做一期影片 才可以教大家怎麼用 現時我就簡單示範一下它的功用 例如我在這個平面刨下去 只要每一次向前用力 向後不要用力 就會刨出一些像圓筆碎的木碎 值得一提的就是用跑 在木材表面做切削 切割出來的表面是非常平滑的 而跑了那麼多次之後 木材的尺寸就改變了 所以我們經常用跑 來將木材收窄 至於這把這麼奇怪的東西 是什麼來的呢 它的樣子有點像一些木工廁 但是實際上 它又是一個跑來的 所以它的名稱就叫做錯跑 英文就叫做Servor 一般來說錯的切割就會粗斜一點 而跑的切割就會平滑一點 而使用錯跑 得出來的切割的表面 效果就是兩隻之間 既然講開跑 就不可以不講這種蝴蝶跑 就專門來刨出曲面 一粒就一突 我這種型號 就專門用來刨突出的曲面 在木工方面 我們自小就受西方的教育 所以我剛才所教的工具 除了那把日本刀具之外 全部都是西方工具 接下來我要介紹這件工具 就很特別了 因為它是一件中國的木工工具 它的名字叫做蝴蝴跑 看它的樣子就像一條蝴蝴一樣 卡洛斯就是因為去山東學 做二壺的時候 就學會用它的 由於它這麼多把刀 都在同一個平面上面 所以它的作用就是爪平 換句話說 就是將一個長的木面 變成一個平面 那麼它的用途 可以說和蝴蝶跑 就剛剛相反了 最後不可以不講的 就是木工用的刀 Tissel 木工用的刀 都有很多不同的尺寸 有闊的 有窄的 有窄的 而留心下的柄也有些不同 比如這種膠柄 我就不太喜歡用木槌來刀它 因為刀得多就會花光 所以要在木頭上面做重型的開鑽工作 我通常會用這種木柄 有個鐵鋪 鋪著那個柄 就怎樣刀都不會爛 至於膠柄的鑽 我就會留回來做一些徒手運作 來切削的工作 最後我們來看看這一盒的 木工挑剋刀 其實你可以這樣想像 它們都是一批很小把的鑽 只不過它的形狀和款式 就有很多 這一把就跟剛才那把鑽 樣子差不多了 但是確實有些奇形怪狀的款式 所以這一套工具就很適合 用來做木工的挑剋了 好 講完量度 畫線工具 切割工具之後 最後今天我們要講的 就是接合工具 而所謂接合用的工具 就是膠水 我記得小時候 我很喜歡用木膠粉 但是現在我們 多數轉用了一種木工的膠漿 之前在修理中院的時候 我都用過它 它給木膠粉有很多好處 例如不需要開水 快乾 而且由於嘴設計得好 非常耐用 我全級同學用來貼小結他 都是用了小半瓶 而做木工 也不可以少得這種萬能膠 因為無論用乾癡 或者濕癡都非常好用 要貼防火板或者膠邊 更加是沒有它不行 希望經過了今天的講解之後 可以令大家對木工具加深認識 以及懂得怎樣利用適當的工具 去處理適當的工序 不過都是那個說話 大家對自己使用有信心 可以自己運用沒有問題 但要靠學生 就必須有受過訓練的同工在場 好了 今天我分享到這裡了 我是卡洛斯 喜歡我的影片 請訂閱加讚和分享出去 拜拜